想让我破产 比拿一百分都难 盘点NBA最有钱的十大球星 第十位 埃尔 法鲁克 阿米努 阿米努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皇室 他是正儿八经的皇室血脉 并且还是有继承权的那种 他的名字埃尔 法鲁克 就是君主降临的意思 所以阿米努从小的家境条件就非常优越 尼日利亚是石油大国 排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储备量第十位 这已经不能拿家里有矿来形容他了 阿米努是实打实的王子 打篮球挣的那点钱 还不到他家产的零头 纯粹就是找一个爱好而已 由于并不知道他到底能调动多少资源 也不清楚他的家产到底有多少 所以才把他排在最后一名 第九位 卢克 巴莫特 巴莫特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拿着底薪过日子 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愁吃穿 巴莫特是卡麦隆一位酋长的儿子 球迷们也戏称他为王子 据了解巴莫特的父亲在当地政府身居要职 全国的就业基金和就业培训 都掌握在他手中 但王子和王子之间的差距也是极大的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贫穷国家之一 而卡麦隆则是非洲最富有的几个国家之一 巴莫特虽然在NBA的生涯并不顺利 但是他对于篮球是十分热爱的 在卡麦隆 他的家庭富有且备受尊敬 退役之后 他在家乡举办 篮球训练营时发掘了恩比德 让他走进了篮球这项运动 后来他又在自己的训练营中 发现了西亚卡姆 由于并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钱 所以暂时把他排在第九位 第八位 尼古拉 佩克维奇 欧洲大白熊佩克维奇是一个十足的猛男 很多人对于佩克维奇的印象 都是觉得他是一个壮汉 但其实佩克维奇的家族 是黑山最有名的军火商 纵横黑山的黑白两道 商界 政界 黑道 白道 都得给他们家族的面子 而佩克维奇就是他们家族的继承人 退役之后 他就逐渐开始接受家族的生意 佩克维奇可以说是妥妥黑道教父 安东尼这种级别的黑帮 在他面前连小混混都算不上 去森林郎看球施加内特和拉文 在他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 他拿森林郎新秀迪昂的衣服擦手 迪昂就跟没看见一样 佩克维奇在接手了家族生意之后 他大力地发展了黑山的篮球事业 并且还担任了黑山的篮球主席 他有多少钱并不知道 但绝对是NBA里最有钱的那一批球员 第七位 斯蒂芬 库里 库里除了生涯前期时拿的是同工合同 但在那份合同到期之后 他就赶上了好时候 大合同一个接着一个 目前库里的生涯总薪资 达到了3.54亿美元 而除了在NBA挣的工资之外 他还是安德玛品牌旗下最大牌的代言明星 安德玛为了感谢库里这些年的合作 于是给了他一份价值10亿美金的终身合同 并且还获得了安德玛的公司股份 也就是说他每年除了工资之外 还能获得一定比例的分红 而除了这些之外 库里还有着属于自己的投资公司 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代言品牌 光中国的品牌就有不少 除非库里自己作死败价 否则他每年光分红 就有一两千万美元进账 想要破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位 安德烈 伊格达拉 伊格达拉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他可能并没有上面几个那么有钱 但他挣的钱也不少 伊格在巅峰时期也是NBA的全明星球员 所以他的合同自然也不会小 据统计在伊格19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一共赚到了2.01亿美元的薪水 而这也是他的初始资本 伊格最强的地方不是他的篮球技术 而是他的投资眼光 伊格达拉在退役后 他成为了硅谷17家投资公司的股东 这些投资公司涵盖了科技 金融等多个领域 其中伊格达拉在Zoom项目上 投资最令人称道 他利用旗下康卡斯特风险投资公司 买入了Zoom8000万的股票 结果短短10个月内 公司股票上涨了600% 仅仅这一笔投资 伊格达拉就赚了6.8亿美元 这些投资让伊格达拉在退役后 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确保了他永远不会破产 第五位 凯文·杜兰特 杜兰特作为NBA的门面球星之一 他职业生涯一直签的都是顶星合同 目前到现在为止 他的生涯总薪资已经达到了3.96亿美元 除了在场上的惊人收入外 杜兰特在场外也赚得盆满钵满 他与加德勒和迪贵等品牌签订了代言合同 他最近甚至与耐克签订了一份终身合同 这让他身价大涨 同时杜兰特不仅打球厉害 他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在数字货币领域也有上亿美元进账 同时他在一些灰色产业链上有大把的投资 比如他投资了多家大麻公司以及菠菜公司 要知道这两个行业那可是暴利 等他退役之后 他的身家可能达到20亿美元以上 第四位 沙奎尔 奥尼尔 别看奥尼尔平常嘻嘻哈哈没个正型 但其实奥尼尔挣的钱一点也不少 奥尼尔因其频繁出现在各类广告和代言中而全球文明 因此他在这份榜单上的位置并不让人意外 他在NBA累计收入高达2.86亿美元 他最出名的一笔投资就是1998年的时候 他给谷歌投资了100万美元 让他拿到了谷歌公司的原始股 截止到现在这份原始股 具体价值可能要高达10亿美元 光这一项收入就够他荣华富贵好几辈子了 更何况奥尼尔还有自己的餐饮行业 以及一大堆科技创新公司的投资 想要让他破产实在是太难了 第三位 勒布朗 詹姆斯 詹姆斯是目前在NBA工资最高的人 到现在为止詹姆斯职业生涯21个赛季 已经挣到了4.79亿美元 詹姆斯是NBA里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他除了自身超强的商业价值之外 他挣钱的能力也是超强 当年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就能够顶住诱惑 拿到8000万美元的代言合同之后 立刻拿去投资 除了与耐克的终身合同外 詹姆斯的投资领域非常广泛 他在许多不同的行业都进行了大量投资 包括Blaze Pizza的快餐业务 和他自己的酒精饮料品牌Lobos 这些成功的投资 使他的财富进一步增长 并且他在足球领域也有投资 他是利物浦的股东之一 据统计他目前的总资产 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 所以他退役之后 根本不用担心钱不够的问题 第二位 麦克尔乔丹 由于乔丹所在的年代太过于久远 当时NBA球员的工资并不高 他职业生涯总薪资才9000多万美元 但乔丹的生意做得实在是太大了 乔丹的个人品牌AJ 每年就能让他躺着赚上1美元 我们光看看现在一双 AJ球鞋要多少钱就明白了 乔丹的净资产大约是35亿美元 而AJ的市值大概是150亿美元左右 如果乔丹卖出自己手上的股权 那么他的净资产将会超过100亿美元 最近在他以3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他在夏洛特黄蜂队的大部分股份后 又是大赚一笔 第一位 萨博 塞福罗萨 塞福罗萨在NBA虽然只是一个纯防守型的篮领球员 但对他来说篮球只是爱好而已 塞福罗萨挣的钱并不多 但他的家族背景实在是太庞大了 塞福罗萨的父亲是一个音乐人 他的母亲是一个画家 两人都是各自行业的精英 但最有钱的还是他的爷爷 他的爷爷拥有瑞士最大的酒店集团 资产达到了上百亿的级别 妥妥的超级资本家 并且他的爷爷特别喜欢他 甚至曾差点为他购买一支NBA球队 对于这位富三代而言 金钱仅仅是一串数字而已